大家好 欢迎回到海间美食 家人们都吃了吗 今天海间把一款最简单的早餐饼 分享给大家 首先大盘中倒入500克常温水 分少量多次 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边倒边搅拌 水和面的比例是5比3 先放水后放面粉 会很轻松的把面搁的打开 面糊搅至均匀后 放入4克的盐 0.5克的花椒粉 继续搅拌均匀 搅动3分钟后 看到面粉光亮的状态 无颗粒即可 看这稠稀度 盖成盖子 醒10分钟 面醒至的过程中 我们来准备一块胡萝卜 先切片 再切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的胡萝卜碎 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切一些小葱花 切的碎一些 饧好的面糊中 放入一撮胡萝卜 一小撮葱花 蔬菜不要放的太多 防止蔬菜密度大 烙出饼会发散 搅拌均匀 饼铛预热刷油 面糊在下锅之前要搅动一下 油热以后 放入面糊 把面糊刮平刮匀 没有刮板的家里用铲子 面糊平铺均匀后 开小火 盖上一个透明的盖子 一边观察 看见面糊的表面完全凝固 这时候我们打入一颗鸡蛋 把鸡蛋打散不平不均匀 然后表面冰几滴油 盖上盖子继续捞 看一下 上面的鸡蛋完全凝固 我们给它翻面 翻面就可以关火了 大约烙至10秒钟即可出锅 看着有没有食欲 出锅了 早餐饼就出锅了 全程特别的简单 一点难度都没有 家人们如果没有时间 可以提前一碗 把面糊和好 放在冰箱保存 早起10分钟就可以吃到 有营养 有鸡蛋 还有蔬菜的早餐饼了 再配上一杯热牛奶 营养特别的全面 您喜欢吗 喜欢记得收藏哟 我们下期见 拜拜